主持人同學 好 我們再回到鋼的主題 各位剛開始 記不記得徐醫師提到第一個案例 我跟那個小女孩的對話 再來我想到 自我跟自己的不同 那現在我要切入重點了 在賽斯心法裡面 我要引導各位的是 你們不只從你們自己開始 包含你們跟下一代 各位 我的意思是說 仔細聽喔 我們現在的親子關係 包含小朋友 現在所受的所有的教育 跟整個社會的環境 跟氛圍 對不起 也是建立在一個 自我的架構 明白了嗎 所以如果你們是擔心 孩子沒有未來 各位 假設你們擔心的是 工作 前途 婚姻 適應 未來台灣的前途在哪裡 大學畢業生是不是22K 各位對不起 這是你們怎麼在擔心 自我 我現在跟各位說的是 在親子關係裡面 你們是不是能夠 開始用你的內心 跟孩子交流 孩子的內心世界 各位 我跟大家開玩笑講 我沒有特別喜歡做兒童的心理治療 我個人沒有 我個人沒有特別喜歡做兒童的心理治療 但是我真的做得很好 我做得很好的原因是什麼 我用我的心靈跟孩子在對話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講 有時候許醫師的CD 你放給成年人聽 跟放給小孩子聽 有時候小孩子更喜歡聽 來 有沒有 來 後面有一對台男來的 請舉手 他們剛剛才到 因為他們是路過 然後剛才這個 爸爸媽媽跟這個大女兒嘛 對不對 就很開心 你們三個小孩 老大是女兒 老二是兒子 老三是女兒嘛 大女兒就很開心 因為媽媽說 大女兒 之前好像有一些壓力 對不對 然後聽許醫師的CD 就睡著了 睡著 真的好用 各位 我這種像太監一樣的聲音 會讓人家睡著 講話又這麼高亢 不男不女的 會讓人家睡著 是安心 是安心 各位 好 所以我剛剛講 什麼叫親子之優班 因為當父母親 都停留在自我的層面 你是沒有辦法 跟孩子交流你的心靈 你只會是爸爸的形象 爸爸媽媽的角色 你在盡責任盡義務 各位聽懂了沒有 像許醫師輔導很多 比如說乳癌的患者 他可能是一個好媽媽 他可能是一個好的員工 但是他把家庭工作小孩 都當做一件事情來做 各位 你聽懂了嗎 他把他當一件事來做 什麼意思 他當成家庭工作小孩 是一種人生的義務跟責任 他有沒有發自心靈 那部分不見了 了解嗎 他用他的自我 因為他怕做不好 他要當一個盡責任的媽媽 各位這是自我意識 有時候 當你們是孩子的時候 你會不會希望你的爸爸 少賺一點錢 多陪你聊聊天 帶你出去玩 你會不會希望媽媽 桌椅不要擦太乾淨 廁所少清潔兩次 但是他願意陪你說說話 了解你的感受 是不是 各位聽懂我在說什麼嗎 建立在自我意識的世界 跟生活 他會以責任義務為主 他想把事情做好 他怕人家說他不夠好 他內在是自卑的 他在乎人家的看法 明白了嗎 比如說 最近 許醫師又遇到一個 狀況了 那天 爸爸媽媽帶著孩子過來 爸爸媽媽都是牙醫 然後 每次 孩子回到爸爸的 這個 家族去 叔叔就會說話 你要考牙醫啊 你看你爸爸 大學連考考了三次 你今年沒考上沒關係 還有第二次第三次 這個 小女孩 高中生回來 氣死了 那爸爸就跟他說 叔叔為你好啊 他說我知道叔叔為我好啊 他憑什麼決定我的未來 他憑什麼告訴我 我一定要念牙醫 各位聽懂了沒有 所以 有沒有發現 目前所有的親子的問題在於哪裡 孩子的心靈想反抗 因為孩子比較靠近心靈 而父母心都用什麼 自我 父母心不是不愛孩子 都用什麼 自我的意識 用自我的執著 用自我的觀念在愛孩子 明白了嗎 孩子同時知道父母心很愛我們 孩子同時感到很痛苦 我知道你們愛我們 可是你對我們的愛 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你打從什麼 心 各位聽懂了沒有 孩子要的是父母心打從內心 支持你跟愛你 後來那個孩子來看我 他真的很痛苦 他知道父母心很愛他 可是父母心真的給他的愛 不是他要的 因為父母心所有的觀念 都是從什麼 自我 那個媽媽很好 他開始學賽斯心法了 現在他可以跟孩子站在一起 那個爸爸沒有辦法 各位你知道牙醫師嗎 還是什麼 前途 大學好的科系 什麼對孩子未來有幫助 他希望孩子念 國貿 會計 經濟 將來好早工作 各位 孩子想念什麼 他自己喜歡的 爸爸就說 那個未來沒有前途 各位 你現在知道問題所在了嗎 現在我們整個世界 都是活在自我意識 建立起來的世界 我們的心靈 如果各位有這樣講好了 全世界所有人的心靈 其實可能都被 壓抑了 都被壓抑了 因為我們的自我意識 忙著求生存 忙著競爭跟比較 忙著用世俗觀念 各位要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所有的親史溝通 沒有辦法從內心 沒有辦法 因為 連我們大人們 都沒有辦法 從我們的內心 來了解我們自己 各位 尤其是東方人 西方人稍微好一點喔 西方人的父母親跟孩子 相對上是平等的 各位明白嗎 可是其實距離越來越遙遠 東方常常用長輩對晚輩 可是各位 從心靈從自己 從意識心 請問 孩子跟父母親的關係 是相對下嗎 各位 好 我先開玩笑 跟各位講一句話 真的有些你的小孩 是你的祖先來轉世的 不是每一個 真的有些你的孩子 是你的祖先來轉世的 他們習慣在同一個家族裡面 好 所以之前我還開過玩笑 有些人 叫小孩叫小祖宗 有沒有 各位這是真的 好 那我的意思是說 目前的人類 心靈想要起來的力量 越來越強大 各位那個心靈是什麼 他想要做自己 他想要回歸他的內在 他有真實的感受 他想表達他自己 明白嗎 心靈想要起來的聲音 越來越強大 可是自我 想要把它壓下去的力量 也很強大 來 各位 所以為什麼現在這個世界 開始整個 幾乎陷入一團混亂了 明白了嗎 你們說家庭裡面 各位 你們用這個角度 來看所有的家庭 全台灣的家庭 全世界的家庭 來有沒有 包含你們跟你們的父母的關係 來 各位我跟你們保證 你們有沒有 其實很愛你們的父母親 很想跟他們靠近 可是你的心靈就是靠近不了 有沒有 這樣明白了嗎 這樣你們就懂我的意思了 我們多想靠近我們的父母親 可是為什麼常常靠近不了 所以剛剛同學有一個 在工作坊的時候提到 好像跟爸爸的相處 還是跟媽媽的相處 扣塔最多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一到就坐立不安了 想要離開了 各位 大概我的扣塔也差不多半個小時 我跟我媽媽 現在好一點 因為我慢慢把我的自我放下來 各位 我們多麼想靠近我們的父母親 兄弟姐妹 可是卡在哪裡 你心靈上靠近不了他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同樣的 你們跟你們的孩子 是不是一樣 你很愛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感受到你的愛嗎 不一定 你的孩子很愛你 你真的覺得他愛你嗎 你會說 愛我就趕快把功課寫好啊 愛你跟趕快把功課寫好 什麼關係 你們再解釋一遍 愛我就聽我的話啊 趕快跟那個男人斷絕關係啊 啊媽媽 我能不能繼續愛你 繼續跟那個男生在一起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嗎 愛我就不要那麼叛逆啊 我能不能同時愛你 同時很叛逆 各位 你聽懂我在說什麼嗎 過去我們父母親認為的愛就是什麼 聽他的啊 各位 你覺得心靈是這樣嗎 如果我真的愛你就是完全都是聽你的 那我怎麼可能會繼續愛你嗎 那個愛是假的嘛 各位了解嗎 我的內心交代不過去 各位 好 包括男女之愛 各位 愛就是放棄自我嗎 如果你是出於自願的沒有關係 各位明白了沒有 你最後你失去你自己了 你就什麼都不是了 好 我再回到親子之間 所以各位 賽斯心法它要從家庭開始 讓這個家庭裡面的每個人的 都要從自我回到內心 回到自己 來各位 各位 我建議你們從你們夫妻開始 夫妻不是只是角色扮演 不是只是盡責任 不是 你如何讓這個婚姻 真的開始有心靈的交流 各位 所以我剛講了 你們自己的生活 很多時候是建立在一個自我意識 有沒有 自我意識 包括恐懼 包含沒有安全感 因為自我是從自己來的 自己是從內我來的 內我是從存有來的 存有是從一切萬有來的 可是當你的自己沒有 自我沒有回到自己 它永遠不會有安全感 你跟任何人心靈不可能靠近 不可能靠近 你永遠都會覺得孤單 好 所以為什麼賽斯在 我記得靈魂永生吧 講過一句話 當你們開始理解賽斯心法 改變最大的是家庭 家庭會出現大量的 情感跟愛的能量的流動 各位 自我是沒辦法的 因為自我會覺得不好意思跟丟臉 聽懂了沒有 自我不想承認那麼多的愛 因為自我不想把心打開 因為打開它會崩解 聽懂了嗎 它會崩解 自我不想承認 它不想面對 甚至它不想改變 甚至有時候很奇怪 自我寧願受苦 他寧願相信 他不是被愛的 因為他覺得比較解釋得通 各位了解嗎 自我寧願相信 這個世界是不能信任的 因為他覺得這樣比較解釋得通 自我寧願相信 每個人隨時等著看不起你 這個世界是競爭 你爭我奪 他覺得這樣子比較解釋得通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對 自我每天活在恐懼當中 每天活在恐懼當中 他覺得這才是對的 甚至在自我裡面 他覺得家庭裡面 反正就是 每個人做好自己的角色啊 各位聽懂了嗎 好 最後讓我剛講 當你們開始從自我回到心靈 慢慢讓自我崩解掉 你們在家庭裡面 開始有很多 愛的能量的交流 好 說實話 我現在面對我媽媽 我慢慢把我的自我拿掉 因為以前我媽面對我 也是很多自我 很多的指責 很多的批評 是啊 現在我面對他 我慢慢把自我拿掉 各位 開始讓情感可以流動 開始讓心靈能夠去流動 好 所以各位 我希望賽斯心法 對你們所有的人 從你們自己的生活開始 回到剛才 我們中場休息之前的那句話 你如何讓你的 由自我意識 跟自我意識的 限制性的核心信念 扭曲的 價值的 建構起來的 自我的世界 怎麼樣 讓它崩解 你必須開始做這件事 因為各位 你如果沒有開始做這件事 那麼我會跟各位說 你們的世界會開始慢慢崩解 好 比如說像這個同學一樣 他是一個醫院的 家護病房 一般外科的專科護理師 罹患了第四期的乳腺癌 來各位 他的世界崩解了沒有 崩解了 因為他有可能會死亡 死亡他就會結束這世的輪迴了 請問自我建構起來的這個世界 崩解了嗎 崩解了 所以剛才許醫師跟他開玩笑 說趕快去修一些 長照的護理學分 現在許醫師要開長照 他就跟我說真的嗎 來 子涵真的嗎 真的 真的啊 各位聽懂了沒有 而且我們在鳳林 土地都有啦 是啊 對 陳月那邊也有土地嘛 對啊 陳月也很願意提供嘛 對不對 還有 子涵也有啊 各位 這是真的啊 好 那 我剛講 在座很多人罹患的癌症 哪一種癌症病人最容易復發 去找最好的醫生 開最好的刀 用最好的標靶藥物 然後趕快回到原來自我建構的世界 聽懂了沒有 可是你不知道 就是因為你建構了自我所活的世界 自我所過的生活方式 自我所建立的婚姻生活 你才得到癌症的 明白了沒有 所以這種人復發最快 趕快把癌症一好 趕快回到原來自我建構的世界 明白了嗎 你看 所有我們這邊療癒的學員 都是 生活起重大變化 再也不回到過去的生活了 從自我建構的生活 回到問我是誰 我真正心靈想要的是什麼 如果我覺得我只能還活半年 我的價值完成在哪裡 我真正想做的自己 是什麼樣一個人 我想做一個什麼樣的自己 各位明白了沒有 我想做一個什麼樣的自己 如果真的 聽我內心的聲音 我真的想過一個什麼樣的生活 各位 那才是你內心的聲音 好 所以我跟各位說 好 你們開始要用這個觀點 教育小孩 許醫師會告訴你 你的孩子才會有未來 我不會騙你們 我常講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們一定要用這個觀念 開始教育你們的孩子 那你們一定要從自己開始 好 如果你還是用原來自我 建構出來的世界 各位 那麼 你未來會慢慢看到 你的世界會越來越混亂 直到整個世界崩塌下來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人類 正在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們能不能從自我中心 回到什麼 心靈 這一件事 必須在全世界的人類身上發生 人類才有未來 因為現在我們所有的生活 都是被什麼掌控 自我 軍事 政治 經濟 每個人都在自我 有沒有 各位 政黨是不是自我 政黨發展到後來 沒有再顧人民的死活 叫政黨利益 美國是不是自我 比如說南海的紛爭 為什麼太平島變太平礁 美國講了 以美國最高利益為主 聽懂了沒有 這是什麼 自我 這樣聽懂了齁 因為美國講一句話 以美國最高利益為主啊 所以太平島有沒有變太平礁 那日本硬說 日本沖之鳥 那個是什麼 那是島不是礁 各位 所以形成全世界最大的笑話了 這樣聽懂了嗎 啊 島跟礁有什麼不一樣 島就是200海里的經濟海域嘛 礁多少 十二海里嘛 這樣聽懂沒有 所以島跟礁差別大不大 各位這是什麼 自我的膨脹嘛 這樣明白了嗎 各位 所以這個世界 你放心不會毀於戰爭 會毀於自我 每個人都在自我 了解了嗎 所以這個東西各位 也唯有如此 我說句實話 我們才能拯救我們的下一代 如果我們談到拯救這兩個字 好 雖然許醫師到現在還沒有下一代 呵呵 這樣明白了嗎 好 我們才能拯救我們的下一代 是啊 好 所以我剛剛講 好 那你們要現在開始 常常做自我覺察 我有什麼東西 來自自我 那我怎麼從自我 回到自己 甚至我怎麼從我的家庭開始 比如說 你們就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好 在 比如說夫妻的溝通裡面 我怎麼慢慢 能夠講心裡的話 我怎麼慢慢 讓對方明白我心裡的話 各位 好 可是我先講喔 你不要自己還沒有搞清楚 就跟對方講你心裡的話喔 然後被打槍了 然後覺得說 許醫師不能講 不能講 你自己都沒有搞清楚 你怎麼講 所以各位 你要開始了解你的什麼 內心 好 因為從 賽斯心法來講 我們的自我內在 有好多個自己 內心 有好成千上萬個聲音 明白了嗎 所以你要開始去 面對 我有哪些個自己 好 我有哪些個自己 然後 我怎麼樣 跟每個自己 開始溝通 我怎麼樣 尋求 所有最後的交流 我怎麼樣 在最後的交流 找到一個 每個自己 都能充分表達 明白了嗎 各位 就像我們講開會 有沒有 還沒有充分表達 就先決議的 沒有啊 這樣當然大家不服氣嘛 所以自己像是一個團隊 各位聽懂了沒有 你裡面 其實是一個團隊 你如何讓 內心的 每一個自己 都能夠 表達他的意見 內心的每一個自己 都能充分的發言 然後慢慢的 你要跟每一個自己溝通 包含我想到疾病 包含我想到很多的 身心急患 包括憂鬱症 強迫症 恐慌症 裡面都有一個 沒有被 看見跟溝通 跟表達的自己的聲音 各位了解嗎 包含我們講癌症 各位 癌症裡面的自己是什麼 有一個 你很在乎你想得到的 可是你覺得自己 永遠得不到 的自己 有一個 內在心靈想要價值完成 能 各位 但是 自我又把它 框架住 明白了嗎 自我又把它框架住 所以你不敢 聽內心的聲音 你不敢聽內心的聲音 好 所以各位 你放心 許醫師也不需要你們 每個人都變瘋子 把自我丟掉 然後完全聽內心的聲音 在路上脫衣服脫褲子 不是 我說的是 你的自我意識 要開始 跟你的內心的聲音 做更密切的連結 甚至如果 過去你的自我 建構起一個 它的世界 你要慢慢讓那個世界 開始 各位 政權和平轉移 不要讓自我 掌握了 絕大的全部的權利 各位聽懂了 不要讓你的自我意識 決定所有你人生的方向 這是最重要的關鍵 甚至比如說 父母親跟孩子之間 各位 都開始改變說話的方式 去了解孩子的感受 甚至父母親跟孩子 說的最多那句話是什麼 你要不要說說看自己的感覺 而不是功課寫完了沒有 洗澡了嗎 明天要上學的東西 準備好了沒有 睡澡了沒有 還有沒有在玩電動玩具 各位聽懂了嗎 父母親要跟孩子說的最多那句話 是什麼 說說看你內心的感覺 各位 當一個孩子 覺得他的感覺 被父母親重視跟了解 這個孩子永遠不會變壞 明白嗎 你根本什麼都不用講 父母親跟孩子講的最多那句話是 說說你內心真正的感覺 來 說說看你有什麼想法 你有什麼意見 來 你多說一點 各位 好 開玩笑講一句話 就像我們在心靈輔導員的訓練 還有台北新園丁的訓練 跟個案說的話一模一樣 要不要再多說一點 各位了解嗎 好 比如說我們講一個家庭 爸爸媽媽 兩到三個孩子 在過去孩子小的時候 孩子是都沒有意見 最後整個家的方向 絕對不是爸爸媽媽 單一的一個人的決定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最後整個家的方向由誰決定 全家共同都能表達意見跟感覺 而最後大家 能夠互相尊重彼此的感覺 當然最後還是爸爸媽媽的主義 畢竟孩子還小 各位了解嗎 可是有沒有父母親 從來不管孩子的感覺的 有 那有沒有父母親 從來都讓孩子覺得 他很了解孩子的感覺的 來 各位聽懂了沒有 好 那你們怎麼樣做到這一步 很簡單 你們開始也在乎你們內心的感覺 各位 但是我先講喔 很多人以為在乎自己的感覺 就是無限放大自我喔 不對喔 因為你在乎你的感覺 你要不要也在乎別人的感覺 只有你有感覺 你是人別人都不是人喔 有聽懂嗎 那比誰的感覺比較大喔 翻牌比大小喔 各位是這樣嗎 不是 所以當一個人開始在乎自己的感受 他也會在乎誰的感受 別人的感受 別人的感受 所以一個願意傾聽自己內心的感受的人 他就會開始傾聽別人內心的感受 好 那各位 好 許醫師再強調一次 目前這個世界在一個很大的危機 仔細聽喔 好 我以前很少用這麼 直接用危機這兩個字來講喔 這世界在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是人類的世界要從自我意識 建立起來的文明跟世界觀 慢慢過渡 慢慢過渡 過渡到 從 心靈 從 自己 不是自我喔 是自己喔 而 建立起來的一種生活方式 好 那我一直跟各位講 我希望這件事 從今天開始 在你們每個人身上都要發生 你們每個人都要開始發生這件事 不再用自我意識 硬壓住你的內心了 常常去問 你內心有多少聲音 常常去問 如果把自我意識拿掉 如果你要做真實的自己 你打算怎麼做 各位聽懂嗎 因為自我會考慮太多的什麼 好 現實 明白了沒有 自我永遠會說 可是 但是 有沒有 各位 因為自我會考慮很多的困難 考慮很多現實上不可行的 各位明白嗎 好這時候你要就要明白 你被自我掌控了 好那這時候 許醫師就會問你一個問題 你有更快樂嗎 各位通常是沒有 好 所以我就會要大家 好 慢慢回到我們的內心 好不好 好 那 來做一個結論 在親子關係裡面 一樣 一樣 好 所以當我們開始 慢慢讓自我建立起來的家庭 崩解了 這個家 就可以回到自己 包含很多情感的交流 各位 而且這些情感的交流 還會包含跟很多轉世有關的 內在的線索 所以 一個人類的 新的未來 就從我們自己身上誕生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講座 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